最近到了下午 因为热对流作用旺盛的关系 非常容易下雨 昨天在高雄县美农 还下起了冰雹 有人就很好奇 也尝尝这个冰雹 到底是什么味道 下午4点50分 高雄县美农的天空下起西北雨 民众原本不以为意 没想到叮叮咚咚的声音越吓越大 透过监视录影器的画面可以看到 原来急速落地的雨丝夹着冰雹 打到你身上感觉怎么样 那你有一点会痛啊 它那冰块多大 那个冰雹 大概10元50元那边 对 蛮多的 难得下冰雹 而且一下就是一二十分钟 原理的农作物 难免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雨 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也有人好奇地尝尝冰雹的滋味 妈妈有吃啊 什么味道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像三角色那么甜啊 还好这场冰雹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也让美农人大开眼界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